我平時最喜歡吃鮮味的東西 魚生、甜蝦, 多棒啊 一個星期吃了三餐 特價的話, 多吃兩餐 淡水魚魚生, 夠細微? 生蝦不停吃, 吃不停口啊 慢著, 牠們會不會有寄生蟲呢? 寄生蟲入了身體 萬一上了腦, 那就命都沒有 好, 走吧 歡迎收看健康關注組 Matthew, 即是暑假了 很多父母會跟小朋友去旅行, 吃好東西 例如呢? 韓國的醬油蟹, 夠鮮味 但可能會有肺級蟲 這樣嗎? 大灣區的淡水魚生, 夠新鮮 是嗎?但隨時會有中華乾級蟲 這樣嗎? 泰國生蝦可以了吧 一樣危險 健康關注組要提醒大家 今天要說的是 生蟲最好吃, 寄生蟲, 上路, 奪你命 先介紹今天的兩位嘉賓 我們今天的嘉賓有 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 黃天佑醫生 和神經外科專科 只是日行醫生 歡迎兩位 你好 歡迎兩位 黃醫生, 我想問一下 由雀油蟹, 沙蝦, 淡水魚山 香港人都特別喜歡吃, 很新鮮 其實吃這些會感染什麼寄生蟲呢? 常見的寄生蟲分為原蟲和魚蟲 魚蟲分為三類 包括回蟲、吸蟲和韜蟲 剛才你說的淡水魚餐 其中一隻吸蟲叫中華乾吸蟲 如果吃了一些不煮熟的魚肉 包括環魚或者大魚 有機會這些蟲就會進入身體 那些蟲就會去到肝 肝的膽管 然後關掉膽管 有機會膽管發炎 如果長期來說 有機會變為癌症 另外就是蟹 通常是淡水蟹 人們有時候會生蟲 生蟲就會有機會染上肺吸蟲 最初染上肺吸蟲 可能有些腸胃不適 但之後這種肺吸蟲 就會有機會去到肺 病人就會有機會咳血 甚至有些人會上腦 說起寄生蟲 通常會找傳染病科的醫生 但為何今天出動到你 就是醫生 你是神經外科的專科 為何要出動你 其實就是因為有某些寄生蟲 肺部、肝臟 都是一些很容易去到的器官 但有某些寄生蟲 特別喜歡走上腦袋 譬如有一隻叫做 豬韜蟲的寄生蟲 它很常見會影響我們的腦袋 所以在這類病人的治療上 我們會有一些所謂手術的角色 在裡面扮演 Cloria,你記得嗎 又上腦 又上肝、又入肝 其實聽起來挺可怕 好像走到哪裡都可以 謝醫生,我想問上腦會否變 而且是否上腦最危險 其實所謂危不危險 就看看它的寄生蟲分佈的範圍 引發出來的所謂嚴症 究竟有多大的影響 當然去到腦袋裡 我們當然是不想見到的情況 至於它是否常見 其實坦白說 在香港社會來說 豬韜蟲上腦袋 是一個挺罕見的現象 如何透過飲食去吃了這些寄生蟲 是否因為那些寄生蟲 進入了那些食物裡面 我們吃了那些食物 所以就變相吃了它入肚 是否這樣 其實不同的寄生蟲 都有不同的生長周期 其實它有不同的形態 可能是一些幼蟲 或者是一些蟲蛋 如果在我們的飲食裡 譬如有些食物或水 因為污染了 被這些蟲蛋 或者是一些幼蟲 或者是成蟲 我們吃了它之後 那些蟲就會在身體裡吸收 或者是穿破牆壁 進入了身體 通常都是一些未煮熟的食物 或者是水源 是受到污染 而得到這個感染 譬如我們有時候 人們以為煮熟的食物 譬如燒烤 或者是打火鍋 有時候它未必煮熟 譬如有一個病人 我們剛才提到魚女 她吃了魚生之後 魚生是海魚 兩個小時之後 覺得很肚痛 然後就跟她做圍鏡 在圍鏡裡發現了 有一隻叫做二尖線蟲 正是穿破牆壁 為了黏膜 令到牠很痛 所以每一隻蟲 都有不同的入侵人 有不同的方法 真的很恐怖 一隻蟲在桌上 用來動牠 黃醫生,我想問 感染寄生蟲有甚麼病徵 還有我想問 例如很多人說 你吃得不胖 就是生蟲 有這個說法嗎 其實寄生蟲 尤其是初期 很多時候沒有甚麼病徵 尤其是量很少的時候 它未必會有病徵 但如果它在身體繼續繁殖 量很多 或是像剛才說的 中華肝級蟲 它失去膽管 然後膽管發炎 人就會開始有症狀 但這些症狀 有多久會出現呢 例如吃的蟲 會不會是潛逢 幾個月 還是幾天都會出現 知道有病徵 好看是哪一隻 剛才你說耳尖线蟲 可能會有很短時間 你馬上吃完 就馬上轉入長度 有些可能隔了幾個星期 或幾個月 甚至幾年 才出現一些比較嚴重的症狀 真的快點出來更好 做些醫療吧 是的 黃醫生是怎樣去確診這個寄生蟲 主要的如果是長度的寄生蟲 我們通常會點驗分辨 可以用顯微鏡 看看蟲蛋 或者一些蟲的幼蟲 有沒有在 另外現在也有很多 一些比較先進的方法 是現在我們所說的PCR 核酸 譬如用來檢測 亞米巴蟲 或者假帝蟲 這類都可以用這個 核酸的方法來檢測 萬日寄生蟲真的上了腦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病症 例如會否有頭痛 或者會否有蟲的聲音 你會感覺到聲音 其實頭痛固然是其中一個 如果有寄生蟲走上腦 的主要病症 為何會引發頭痛 其實就是因為蟲走上腦之後 其實在腦中會引發一個 挺重要的嚴症 而嚴症伴隨著來發生的 就是一些所謂水腫 而這個水腫 就有機會令到 所謂爐內壓上升 這個就會引起頭痛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另外一些表達方式 就是它有機會引起 所謂發揚吊的情況 假設它不是一個所謂 沒有原因地 一個成年人 無端端出現一個發揚吊的情況 當然我們要立即進行 一個所謂腦袋的掃描 那掃描就會顯現到 寄生蟲的存在 而在診斷上 如果有豬頭蟲走上腦袋的話 磁力共振 有時甚至可以在圖像上 看到豬頭蟲形成的一個水泡 水泡裡面就看到那條豬頭蟲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好,謝謝各位 我們下一節 繼續了解一下寄生蟲有多少人害怕 按照X光,發現我的頸骨有骨刺 我就搜尋了一些麻痺 是否要吃藥的 還是做物理治療 如果發現了有手麻痺的話 按照X光有骨刺的話 可能代表你的頸裡有退化的跡象 症狀可能會有頸痛和手麻痺 或者痛楚由頸延伸到手都可以 一般來說有退化的話 我們首先要調查 究竟跟神經線有沒有關係 所以X光可能自己本身 就未必足夠診斷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再做磁力共振 去釐清究竟頸椎有沒有大型的問題 導致神經線受到刺激 而令到你的手有麻痺 例如可以照到有椎間盆突出這些問題 都可以處理到的 處理方面 一般我們可以嘗試用絲緣止痛藥 或者神經止痛藥類別的藥物去解決痛楚 同時你也可以選擇做物理治療 去幫助頸椎的復原壓 我已經切除腦瘤 電療33次 後腦電療的位置沒有頭髮 想回復手術之前有頭髮壓 可以怎樣生髮呢 電療之後 我們頭皮的無狼幹細胞就受損了 那些頭髮就不能再生髮了 這件事幸好是暫時性的 通常都不是永久的 大約在六至十二個月後 就會逐漸生出來 這位觀眾的後枕側面的頭髮 都有一些部分生出來 怎樣可以令它生得好些呢 中醫有些方法 中醫認為肝藏血,發為血之餘,腎藏症,奇華再發 會開一些補乾腎的中藥 令身體的氣血好些 那些頭髮就容易生出來 另外還可以用一些梅花針 或者針灸的方法去幫助生髮 在後枕沒有頭髮的位置 可以用梅花針 就會輕輕地扣刺沒有頭髮的地方 大約是十分鐘左右 頭皮會微微沖血 那些頭髮就會容易生長出來 七十四歲,女性 兩年前做心臟超升波 耳尖反有些倒流 醫生說心臟夠力崩 所以問題不大 但年紀大了 耳尖反倒流是否會更加嚴重 應該怎樣處理呢 其實耳尖反是我們左邊心房 和左邊心室之間的一道門 我們心臟有四道門 耳尖反是其中一道 這道門如果它關閉的話 是會有一個倒流的情況 由一個心室回到心房的方向 耳尖反倒流 我們視乎倒流的嚴重程度 如果最初那個倒流程度 不是太厲害的話 那又沒有影響到心臟功能和結構 一般來說 我們都不需要特別處理 但可能因為隨著年紀的變化 或者可能期間都有些病情的變化 譬如可能有感染 或者可能有心臟病發 令到結構上面有改變的話 耳尖反倒流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可能就要作出跟進了